嗨,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OMSENSE的水晶能量 在眼前这几棵呢,它们叫做井青石 井青石呢,是属于典型的一个编制矿物 主要是产自于偏盐,偏麻盐,驻变火层盐和那个杰触编制盐中 井青石呢,通常人家拿来做于宝石 所以当我们打灯看到的时候,你会看到它那个颜色 它是带着那个柔和的那个电射 就如同它和缓的那个能量,它能让人家感到平静 这几棵呢,它的产地是在于巴西 井青石也算是一个斜方、精细的一种 它是一种硅酸盐矿物 有着明显的一个玻璃光泽 然后它如果我们认真地看的话 你看它每一刻呢,都看到一个叫做多色性 有些是二色性、三色性 意思就是说 在不同的那个角度或者方向上呢 我们再去看它呢,我们会看到它会发出比较不同的颜色的那个光线 所以它多半被当为宝石 在那个宝石学中呢,它称呼为Iolite 它是来自希腊文的那个Voylet的仪式 它就是起现一个美好的紫罗蓝色 由于井青石呢,是有像一个宝石一样的颜色 所以也有人称之为那个Water Sapphire 意思就是说水蓝宝石 如同刚才所说呢,这一批呢,有带着那个柔和的那个电色 所以它有一个很和缓的能量 很容易的让人家去平静 然后它本身呢,是对应着眉心轮 So,井青石呢,能帮助我们认清自己的真实的一个潜能 而非社会的给予我们的期待和那个既定的成见 是能让我们活出绽放的自己 就在此呢,谢谢大家,感恩大家跟祝福大家